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怕吃进呢 有毒物质或者是吃进过量的热量啊 像是有手摇的饮料业者 竟然就推出了负热量饮料 堪称说这饮料喝下去呢 这因为透过了咀嚼这种蒟蒻 过程当中可以帮您消耗12大卡 不过其实网路上也有所谓的负热量食品 像是青椒啊 芹菜 黄瓜等等 因为热量低通过咀嚼 是能够轻易的消耗热量 不过医师还是提醒大家 吃进的东西就是有热量啦 千万还是不能吃多 青椒 芹菜 黄瓜 这些婆婆妈妈爱买的蔬果 在网路上号称是负热量的食物 因为热量低透过咀嚼 就能够轻易消耗食物本身的热量 为了减重有的人吃青椒 谢谢 有的人吃芹菜 谢谢 大口大口吃越吃越快 这是为了减更多 小黄瓜这样 但别小看吃这样一颗青椒 虽然热量只有23大卡 咀嚼时间却要花个50分钟 才能完全消耗掉 两根青菜热量17大卡 咀嚼时间也得花上40分钟 热量稍微高一点的黄瓜 两颗32大卡 咀嚼时间竟然超过一个小时 花这么多时间吃东西 真的能减重吗 一口食物大约是20秒左右 你就会吞到死道里面去 不可能咀嚼到上百次 吃个食物不可能在嘴里咀嚼这么久 那这个负热量的食物要靠咀嚼消耗热量 几乎是不可能 临床上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第一个我们食物都有热量 会误解说你食物吃进去到负热量 其实不对 通常来说热量低的食物 如果咀嚼越快 反而会造成升糖指数跟着飙高 容易更饿更胖 于是建议有医学根据的减重食物 像是番茄香蕉 有特殊的成分 才可能有成效 提醒民众选择正确的蔬果 还有适当的咀嚼 才不会变成小胖子有果子脸 中间新闻客市张张艺华台北报道